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今天又到了咱们翻牌的时间了 咱们来看看最近大家在节目里面有什么有才的评论 在上上次翻牌的时候 这个YouTube网友叫优一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您好 既然刚好提到首都 上次没翻我的牌 希望这次能被翻 这次翻了 之前复习到袁老师解释中国古代定都 是以物资丰盛和跟主要敌人靠近为考虑 那么西方国家 例如东西罗马定都 跟中国有什么分别吗 还是说纯粹是以宗教神圣为主要考虑呢 希望袁老师能够解答 谢谢 这个东西方定都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 你看伦敦一直是英国的首都 打从他七王国时代 那个地方就是他的首都 就打从这个甚至更早啊 打从这个罗马人统治的时候 那就是他的首都 巴黎一直是法国的首都 除了那个战时巴黎要丢了什么 都迁往波尔多呀 迁往什么这个这个维西呀 他没有移动过这个首都 德国也一直在柏林 然后这奥地利一直在维也纳 然后这东西罗马 那就是一个罗马和军事坦丁堡 那你说他这是根据什么考量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什么呢 在历史上他就这么一个城市 日本的首都也一直在京都 1200年没变 后来才挪到江户 就挪到把江户改为东京 为什么呢 因为江户发展起来了 他不像中国历史上城市众多 欧洲他历史上他城市很少 他们他在罗马帝国时代 有很发达的工商业有城市 但是呢 因为罗马起源于罗马 所以首都就一直定在这 同样的军事坦丁堡呢 是这个地理位置重要 五海三州之地 一个重要的工商业发展的一个城市 把都城都定在那 然后等到这个中世纪的时代 他这个工商业普遍落后 罗马时代建立的城市普遍衰落 甚至连罗马时代修筑的那些个道路 都已经漫幻不清了 然后他退回到那种类似于就那种 这个用石头用木头建造房子 连窗户都没有 就回到那个年代 他没有什么大城市 全国像样点的大城市 就这么一个 他不把这定为首都 那他上哪定都去 他我觉得咱们是有的选 所以我们挑什么地儿好 我们去哪 他是没得选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好 这个YouTube网友评价boy 别叫平家破碍 平家破碍没好下场 坛府一战平家破碍都没了 你应该叫袁家破碍 说这个袁老师 我最近在看跟断食相关的一些视频 所以想问问 现在虽然一天三餐是正常的 但是以前老百姓的标准 一天是吃几餐 另外中国跟外国的标准有不一样吗 古代一般是一天两餐 不光是王公大臣 还是平头百姓 都是这样 你看清代的时候 皇帝上午九点吃早饭 下午两点吃晚饭 一天就这么两顿饭 但是皇上临睡之前 有一顿波波席 就是点心 什么撒起码 驴打滚 窩窩 粥什么的 牛奶 吃点这个 实际上就有点像咱们今天的一天三餐 倒过来 咱们早点等于是波波席 不是特别正规 然后中午吃的很丰盛 晚上吃的很丰盛 皇上是早上很丰盛 中午就是按咱们的话 讲应该是中午了 下午凉的也很丰盛 晚上呢 就是一词一词就完了 这个主要是当时的生产方式决定 农业社会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早起来就要干活 不能饿着肚子去 所以早上就吃的很丰盛 出门前要吃顿饭 上午八九点钟 吃的很饱 滋拉片炒的 就真正式吃饭似的 干一天农活 下午三四点差不多回家 再吃一顿饭 恢复一下体力 再收拾收拾 天就黑了 就睡觉了 一般七八点钟就要睡觉了 到了唐朝以后 不少外国人来中国 他们一天三顿饭 王公大臣们跟他们学 也吃三顿 但是老百姓大多还是两顿 因为这个穷 因为吃不起 宋朝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 慢慢的才开始普及 一天三顿饭 但是清朝为什么还是一天两顿饭 也是跟他在关外的这个生活方式有关 所以他也是这个还是一天两顿饭 好 这个循迹讲堂APP网友叫高瞻远主 什么时候来虎门这里旅游或者广州讲讲 年底就去 四天三晚 就是主要以这个虎门 还有这个广州 这边 包括这个什么南越王墓 什么这个月秀山的这个炮台 包括这虎门要塞 这个林泽虚禁烟的那个博物馆 那就那些地方 我们去讲 但是因为这个说句实在话 就是近现代史不是我的强项 广州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近现代史为主 太古的 那就是一个南越王墓 所以这个这个我们争取 看看这个报名情况 如果报名的非常踊跃 我们看看能不能做两期 因为那么老远的地方 然后如果去个三四天就回来 有点太值不当 我们看看能不能这个做两期 是吧 你要说北京周边 河北山西 你去个三四天 路上半天也还行 这去趟广州路上就得一天 回来又一天 待三天 就觉得有点不值 但是呢 你说跟那讲一个礼拜 他又撑不住 没那么多东西可讲 所以我们往南边去的呢 就比较少 这个如果看大家报名 主要是看大家报名情况吧 好 在聊这个女官那一期里呢 YouTube网友金心 问了一个问题 你们家不缺钱 你五行缺钱 是吧 说这个日本幕府时代 将军的后宫啊 就是大傲 没有像中国皇帝后宫那儿 有宦官 不晓得日本大傲的宫女 或者女官 选拔任用方式如何 求老师这个翻牌 这个非常感谢 这个问题特别好 这个大傲啊 都是用女人不用男人 除了将军 男人是被禁止 进入大傲的 那大傲就相当于将军的寝宫 他办公里面叫中傲 至于大傲女官的选拔方式呢 得看具体等级 主要呢 分三个等级 玉木剑以上 玉木剑以下 和布乌方 玉木剑以上 是有资格见到将军和御台锁的 御台锁呢 就是将军的正史 所以呢 对出身要求非常严格 必须是齐本武士家以上的出身 才可以当 齐本武士一共就两千多户 是吧 就两千多户 这样的人啊 虽然这个德川幕府 号称齐本八万计 其实那不一定都是齐本武士 齐本武士呢 就指的是这个能够有资格出任幕府各种官职的武士 他的俸禄呢 以五十弹以上 一万弹以下 这个中间的差别也很大 大一点的齐本 俸禄八九千弹 七八千弹 那跟小大明差不多 那一万弹到五万弹 这种小大明 那三万弹的大明呢 比齐本也没多多少 但你养的人要比齐本多多了 所以齐本武士呢 是德川幕府 地位最高贵的武士 那这样的武士 他就可以 他们家的孩子 女孩就可以出任这个玉木剑以上 有的职位像最高级别的叫玉年纪 玉年纪呢 就是这个 相当于内庭总管太监 如果有太监的话 就是内庭后宫的总管 女官的总管 这个就更高级别的出身才行 有的就得大明家的孩子出身才行 这个水平的女官啊 其实就不用选了 因为这样的人家就那么几个 只会少 不会多 往下一个等级呢 就是玉木剑以下 是负责侍奉玉木剑以上 这些高级女官的 干干咋活 基本上就是管理大傲的 这个玉年纪来挑选 最后一级 这个不无方 实际上就是合同工 由这个大傲内的这个女官啊 自个儿找 算是这个私人雇佣关系的这么一批人啊 这个就是来源就很广泛了 循迹讲堂 APP网友生活不止眼前的套路 问了一个问题 说原来求分盆 请问古代打仗需要的粮草啊 草好理解 粮就是无骨吗 有时候打好几个月 士兵也没菜 没肉 天天就啃干粮吗 想了解一下啊 这个谢谢了 首先说啊 中国古代啊 没有那个仗一打打好几个月的 很少的一种仗一打打好几个月 基本上很少 几天就必须结束战斗 决战往往是半天到一天就结束了 因为人的体力有限 你说那好几个月 它可能包括行军的时间 不是说真的打的时间 那么在行军的过程当中 粮食可以带 也可以就地征粮 肉类有新鲜的肉类 就是活猪活羊 甚至活牛赶着 上路在路上随时宰杀 就吃 至于菜这种东西 确实是没法带 因为它容易腐烂 只能带一些 就像按咱们现在的话讲 那些腌菜 腌制的这些菜 你甭说这个古代 二次大战的时候 你看这日本军队 它也很少有新鲜蔬菜 新鲜蔬菜也都是抢中国老百姓的 包括鸡 什么日本鬼子 为什么下乡这么爱抢鸡 他们带的这个军粮 就是什么腌鱼 什么腌萝卜条 都是这种腌制的东西 所以一个这个日本士兵 一天的大米配给是一斤半 一天就要吃一斤半 你咱今天一个礼拜 也吃不着一斤半米 那会儿他一天就要吃一斤半 所以古代确实新鲜蔬菜 是很少 所以古代的士兵 就容易得这种各种维生素 缺乏的那个症状 你比如什么夜芒 什么那个脚气病 就很容易得这些病 就是因为这个维生素缺乏造成的 好 然后这个 在辽内务府那一期 这个YouTube网友 滴索德P问了一个问题 说想问一下袁老师 英国殖民时代赋予 类似东印度公司这样的 私人企业巨大的权力 甚至包括宣战的潜力 这些私人企业 有了自己的军队 又有钱 就没有想过要造反 或自理门户吗 谢谢袁老师 这个就真的是 以己之心 夺人之心 就咱们中国人总是觉得 我实力强大 我叫自理门户 我叫当国王 我叫怎么怎么着 外国人他不这么想 咱们讲过 在英国什么这些欧洲国家 商业至上 我干活的目的 我干这事的目的 我得有便宜症 我得有钱症 我得有回报 我为什么要自理门户 我为什么要造反 我为什么要跟英国皇家军队对抗 美国这么干了 是因为英国压迫他 在他那收税 他又没有代表 没有代表 所以我才要造反 造反我独立成立一个国家 成立的也不是王国 是一个合众国 那东印度公司有英王的资本 英王往里注资了 人家是大股东 人家是股东 那你为什么要造 没听说我自己的人去造股东 一公司我自理门户 造股东的反 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给他交点税 交点什么 让大部分的收入归我 我们这帮人分钱 这是多好 我干嘛要造反 我得征服当地的是最主要的 我征服当地人最主要 所以为什么1867年 英国政府就能把印度 从东印度公司手里收回来 直接就女王直辖了 为什么 东印度公司怎么不反抗 我钱早挣够了 我现在甩锅了 这印度我管不了了 正好政府给我接盘了 多好啊 是吧 所以就咱们千万不要用咱们的思路去看 看待这个历史 什么什么这个事 是吧 这完全是不符合这个 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是吧 好 巡迹讲堂APP网友 叫东海德昭 问了一个问题 说元老师您好 囚翻牌 最近在复习您讲的英国自然一革命里边 提到新贵族这样的概念 想问您一个问题 1804年法兰西第一帝国将立 拿皇给手下将帅封决 这些人算不算贵族 如果算是否符合新贵族的标准 第一算贵族 第二是新贵族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的贵族 你像拿破仑手下26个元帅 基本上没有旧贵族出身 旧贵族大革命都被清洗掉了 好多你像那个什么兰娜元帅 就是他他拿不可以 唯一可以称的他是拿破仑朋友的 这个兰娜元帅 有的说上翻译成拉纳元帅 那就是一个手工业者的这个儿子 还有的这个什么内衣元帅 什么这个缪拉元帅 出身都很威贱 手工业者呀 管马鹏的 都是这些人出身 或者就是纯航武出身的 像那个什么打武元帅 这些人是纯航武出身的 小兵族子这么干起来的 所以这些人原来都是第三等级 都是平民当中比较威下 比较低贱的等级了 第三等级也分三六九等 他都是那个六九等里边的那种等级 他们被封为这个公爵 封为这个亲王 这些人绝对属于帝国的新贵族 这个是完全是属于的 但是呢 就是咱们讲呢 说这个英国的新贵族呢 他是本身的爵位是承袭下来的 也就是说呢 他们是属于这个原来的旧贵族 这爵位是旧贵族来的 他只不过是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去打理自己的农场和牧场 雇佣关系 不是再靠这个剥削农民收这个地租 不是这样了 他就被称为新贵族 所以这两个新贵族的概念 还不完全一样 但是呢 说资产阶级的贵族 资本主义化的贵族 这个呢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好 公众号用户精致的淘气 他问了一个问题 说日本呢 有很多开了几百年的小企业 小私企 为什么中国就出不了 世代传承的商业家族 求翻牌 确实日本这个 千年以上的企业是14家 百年以上的好几万家 两百年以上的还1000多家 因为这个古代日本呢 是武士阶层涨权 他们不懂得经商 再早就是这个 公卿阶层涨权 然后呢 是武士阶层涨权 不懂得经商 所以民间有一大批的商人 而且日本呢 身份相对固化 市农工商四个等级 身份不能转化 他不像中国市农工商 农民读书也可以成为市 日本是不可以的 身份不能变 身份一不能变 你做商人呢 就世代为商 就容易出现这种家族产业 中国的商人呢 那就不是了 那都是跟政治紧紧靠拢的 那商而优则是 那我就捐钱 就这个花钱捐官 买官争取 几身这个官员 那个家庭 那最典型是胡雪岩 所以每一次改朝换代 都去一批旧的 来一批新的 这样的话呢 商业家族就很难传承下来 那最典型就是晋商嘛 清朝一完 这晋商就完蛋了 因为他跟这个清朝皇室 深度绑定 这个意思 好 在聊这个 禁烟禁酒 那一期呢 YouTube网友 ZS王 问了个问题 说袁老师 一直有个问题 前请教啊 乌鸦在日韩和北方少数民族 是吉祥的象征 唐以前呢 也被认为是锐鸟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成为不祥之鸟呢 就是唐代以前啊 乌鸦确实是锐鸟 后来呢 唐代呢 文化融合 跟周边民族融合 吐蕃的本教 传入中原 乌鸦吃腐肉 老围着尸体 本教认为 这个乌鸦不吉利 那所以呢 从这个时候开始 中原人就开始认为 这个乌鸦不祥 那确实是唐以后 等于是受了吐蕃的影响 然后YouTube网友 诸葛韭菜 问了一个问题 说我是袁老师的 忠实的这个粉丝 趁着国庆节 袁老师可以聊聊 世界史上的国庆节的 由来和变迁吗 中国封建时期 有国庆节 或者类似的节日吗 求翻牌 由来和变迁 这个没法说 那这不是 因为它各国跟各国不一样 你只能一国一国的说 是吧 你像在这个各国 在王权时代 没有什么国庆节 国王的生日 就应该是国庆节 而且咱们前面也讲过 英国国王 还有两个生日 一个是他自己的生日 是吧 他们宫里自个儿庆祝 一个就是普天同庆的生日 所以这个普天同庆的生日 就有点类似英国的国庆了 那么你像这共和国的国庆节的来源 那最典型是法国和这个美国 7月4号是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日子 7月14号是法国攻克巴士抵御的日子 都是他共和国建立的那个日子 中国的这个封建时期 首先我要纠正你一个错误啊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就是大一统时期 就没有封建时期了 封建时期呢 指的是秦始皇统一以前 就是下商西州 丰邦建国的时代 叫封建 秦始皇统一以后是大一统 我理解呢 是你说的这大一统时期 没有国庆节 皇帝的生日叫做万寿节 这个呢 是当做国庆最隆重的生日来这个 庆祝 包括日本 日本规定每年2月11号 是建国纪念日 但是也不叫国庆 原来呢 天皇的生日 天长节 就相当于他们的这个国庆 中国也一样啊 中国叫万寿节 皇后呢 叫千秋节 日本呢 叫天长节 第九节 所以这个 这种日子 就类似于这个国庆 所以这个你看清代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这个节日 就是三大节 冬至 元旦 万寿 这三大节 好 公众号用户 Jackson初 Jackson CHOW 问了个问题 说有个问题呢 希望元寿 漫聊时解答一下 为什么 伟满洲国不定督祖上龙兴之力 圣经沈阳 而是名不见经传的长春 因为当时沈阳啊 张作霖 张学良 两父子经营了几十年 奉系的势力极其深厚 不利于伟满的统治 而且呢 关东军的意思啊 伟满应该更像一个新建的国家 而不是清朝的复辟 所以伟满的总理大臣 郑肖旭 就是在一次这个大记者会上啊 人家问他说这个 这个满洲国跟清朝是什么关系 他说是这个皮是两张 胡是一个啊 早晚有一天我们要辉歌入关 光复大清江山 这话音刚一落 那个溥仪边上的维满洲国 那个地史御庸挂 吉刚安直 立刻就打断他的发言啊 这个什么记者会到此结束啊 然后这个过几天 郑肖旭就莫名其妙就死了 有可能就被这个关东军就干掉了 谁让你恢复大清江山啊 我帮你打 我占领中国是为了帮你帮你恢复清朝 你给我玩乱去 我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这个不能把首都定在沈阳 同时呢 日本还要防着北面的苏联 因此也不能定都到哈尔滨 大连呢 虽然是日本传统势力范围 但是相对于整个东北地理位置要叫 又比较偏 最后呢 就落在了长春 这个不出名的城市上 改变到新京啊 好 在这个上次翻牌的时候呢 YouTube网友叫三德的万岁 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您好 之前看您给学生讲明智维新的历史 也看过日剧《板上之云》 麻烦您能推荐一些 讲明智维新方面的书吗 这个不用我推荐 太多了 你就在这个淘宝上搜一下明智维新 出来的书都太多了 那就是中国人写的 日本人写的都很多 你要看小说 最主要就是司马辽太郎的 你要看这个 就是正史的书也非常多 根本不用我推荐 你查着吧 你就搜输入这四个字明智维新一搜全出来 很多很多 太多了这种书 好 循迹讲堂 APB网友叫顾帆 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求翻牌 日本武士大名的铠甲会传承下去 中国武将会有这种传承吗 水浒传里就有 金枪将徐宁 他们家那宝铠不就是传承下来的吗 但是呢 这个为什么很少 那就因为中国有后葬的传统 武将往往会把这个铠甲殉葬 在一个中国古代 藏甲是大罪 不允许兵器可以藏 不能藏甲 也不能藏弓箭 你可以藏兵器 家里有刀枪 这都没事 但是弓箭和这个甲咒是不能存的 所以有可能这个大将打完了仗 这个铠甲就得上交 如果是完全确定是私人的 他死后就入土了 所以为什么你看中国 很少有钢铁兵器保留下来 我们保留下来的兵器一般都是青铜的 很少有钢铁的 因为它一入土就腐烂掉了 而西方日本保留了大量的 因为人家没有这个后葬的传统 日本人死的都是火化 那不可能连铠甲一块烧了 一辈一辈传 欧洲人死了 埋在教堂里边 所有的人都葬在一个教堂里边 那棺材里边能搁得下这身宝贵的铠甲吗 所以国王的铠甲都搁在博物王里了 他这个传承 中国就没有 好 最近大家的评论 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 欢迎大家在《循迹讲堂》APP公众号 或者YouTube上收看《循迹慢聊》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 谢谢大家 يا 孟起 저기 你 有什么好看 ever 即使这个 accompanied多 assim 你 这个 现在 ération